補習班宣傳文宣 斗大標語寫下 前山紀元的學校近三年 滿級分人數獨缺中山女高 如此聳動的標語 引發中山女高學生群體憤怒 連家長也看不下去 一開始他們的態度 是非常的比較強硬的 認為他們沒有做錯 認為他們這樣的是 一個很正常的招生方式 所以我覺得現在補習班 已經把招生惡質化了 事情發生在3月5號家長日 補習班派人在校門口 發送傳單 引來學生家長反抗 認為教育不該只著重在 滿級分人數上 教學上所追求的學生 是整體素質的提升 而不是去針對 某個比較極端的學生的 一個能力去做評估 因為滿級分主要還是 就是自己的努力 就是可能跟學校的風氣 比較沒有那麼相關 對 不過翻開近三年 學測滿級分的學校 北市前三志願 真的不見中山女高的身影 只是回過頭來一想 教育的本質是讓每個學生 進步培養學習力和思考力 而不是成績決定一切 補習班最後也願意道歉 只是這分數之上的觀念 要糾正恐怕還要一段時間 記者潘玲勇 李永靜泰報導